你知道沈梦西如何打出三倍伤害吗? 你知道沈梦西如何像钟葵一样把人往回钩吗? 你知道沈梦西他能像火舞一样一套连钻把人控诉吗? 那么今天万战沈梦西必学的五大操作技巧 第一点,沈梦西的大有两段伤害 但是第二段伤害分裂弹,他炸不到中心点的对手 你像这里,第二段伤害是打不到鲁班的 这伤害就浪费了起码一半 因此瞄准时,别用中心点去瞄 咱们稍微的偏一点 这样大招伤害就能翻个倍了 同时大招的分裂方向,它不是随机乱炸的 它能够手动可控 你的沈梦西面朝什么方向 那么大招分裂时形成的三角就会和你的朝向一致 因此实战里,大招使用非中心瞄准 在落地时手动控制一下分裂方向 既可轻松让大招伤害翻个倍 第二点,自从二技能改版以后 沈梦西不再是一个传统炮弹法师了 他现在是能当一个法师去哪人的 你像这里,咱们空装备一套连钻 2-1-A-2-A 不但是可以全程控制对手 并且还能在前期顺秒对手两期去 而等到四技以后有大招了 开启二技能自然以后先扔个大 再借一套控制连钻接普攻 大部分的脆皮都会非死即残 有队友就队友帮你收了 没的队友再补个大也能收 因此前期节奏极快 无论是挂边还是反野 沈梦西都是T0法师 第三点,开启二技能自然以后 沈梦西的强化一技能可以击退目标 并且该击退方向可以通过闪现进行调控 你像这里闪到敌方身后 就可以像中奎一样把人往回勾了 并且勾完人以后 还可以开启二段二技能自个儿再回来 这一招抓人好用,开启也好用 大伙可以再训练一练习一手 第四点,沈梦西并不是特别依赖法强 提升伤害更快的是冷却缩减 这相比于对法强来说性价比更高 因为当你无冷却时 咱们在开启二技能以后 你的强化一技能只能扔一次 CD时间把你的伤害直接卡死了 但如果咱们花710 做出一双冷却鞋以后 那么在二技能自然时间内 你就可以扔出两发强化一技能 最终的伤害能够翻到三倍 你看这伤害对比很明显吧 因此很多沈梦西是先追冷却 冷却高了以后再跌法强的 这也是为什么沈梦西先做面具和日幕 但是伤害却不比做回想帽子低的原因 并且啊,新版的沈梦西 进入游戏后期以后完全可以补一个巫术 因为这样一来 你的21A2连招 不但是全程带控 还能打出极高的爆发 几乎可以瞬秒90%以上的脆皮 即便是敌方做了魔女 咱们只要先放个大 也能给他瞄了 前中后期的伤害都高得离谱 第五个细节 沈梦西不怕空大 哪怕你没炸到人 但只要你大招放了 就能给队友探视野 而该视野是全队共享的哦 沈梦西的被动 才是沈梦西最核心的东西 因为他能让对手暴露视野三秒钟 有了视野优势以后 你的队友即便再呆 他也不可能进入对手埋伏圈了吧 因此沈梦西的大和一技能不要省 尤其是后期 炸不到人 探个视野也是优势